本國有稅務專家敦促聯邦政府 為國民完成自動報稅系統 以節省國民報稅的時間 並確保低收入者得到相關福利 陳明報導 稅務專家Jimmy Gollumberg 指 聯邦政府年半前已承諾成立自動報稅機制 但至今未有進展 他認為自動報稅系統可讓國民節省自己實體填表 網上填表的時間和精力 或者請專業人員填表的費用 因為國民報稅用的T4等文件 其實稅局同樣具有 OECD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一些成員國 例如西班牙和北歐國家 亦已推行自動報稅系統 國民只需呈交更正資料和自顧收入 統計顯示 本國不少低收入國民不報稅 原因包括不知道報稅的利益 不清楚報稅程序 語言障礙或沒有電路等 結果是這個社群失去了他們應得的福利 不過亦有研究指 本國稅制繁複 當中包括大量扣減和存入項目 例如2021年度就有143項 所稅於家居電器維修 該研究估計 能夠符合簡單自動報稅範疇的納稅人 只有32% 因此研究提出折衝之法是不再將報稅和福利掛勾 例如仿效英國 無需報稅亦可以得到肉而福利 例如仿佛